大家好,我是奧地利的雪糊 今天我教你做豪華般的薯條 有很多很多芝士 也有牛肉薑 Canadian Poutine 做我的Poutine 你們要腌黑胡椒 麵粉黃油 洋蔥芝士 我用兩個不同的芝士 一個是Cheddar Cheese 第二個是Mozzarella Cheese 還有牛肉、土豆和牛骨高湯 第一步切薯條 我的土豆沒有小皮 但是你們也可以小皮 Just as you like 現在炸土豆 我們炸兩次 第一個是150度五分鐘 As I learned from the professionals 在 Amsterdam 五分鐘 撈出來 一切都炸好了 先煎油肉 堅持攪拌後倒出來 鍋不要洗 and more butter 把洋蔥炸香 加麵粉 炸一炸 先慢慢加牛骨高湯 最後加黑胡椒和鹽 現在把牛肉倒進去 然後慢慢煮 to make our great 牛肉 sauce 變成我們炸薯條 第二次 現在一百八十度 兩到三分鐘 就要沒有炸薯條 我會把它炸出來 現在要把牛肉汁 超柳油 一百八十度 再加牛肉 一百八十度 醬油 成功 開麵 一百八十度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薯条 嗯 嗯 嗯 好好吃 嗯 脆的薯条 牛肉姜 就是要做它很酸 半酸辣 配芝食 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高糖 牛肉姜就很 很好吃 配这个小块的牛肉 嗯 这个两个芝食 没有这么重 但是觉得很重 所以你也有 两个不同的芝食的味道里面 嗯 嗯 好好吃 在加拿大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 这个鲜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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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酷的食物 可能后喝了一些酒 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很 popular食物 它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食物 一些人 甚至是放在上面 我喜欢我的 只用鲜肉和肉 嗯 嗯 嗯 谢谢你 看我的视频 是 你 让我想要 努力拍更好的视频 和说中文 点赞 分享 和 关注我 你的关注 才能让我 继续拍摄 Love you guys